坐貨櫥 feeling it with the water ok 今天我要公塵寄程車啦 比預計還要早 大概十分鐘 原來跟我說12點25分 結果大概12點15分 真的按著我的家門鈴 嚇到我 就趕快就是衝刺 把剩下來的行李就抓起 然後因為今天是禮拜二平日 就人可能也比較少 像這種日子啊 一定這樣的構成計程車 今天除了我之外 只有另外一位乘客 幾乎就是只有我在車上 你知道嗎 很像VIP一樣 而且你知道通常你這樣子 從你駕一個人搭計程車到機場 是要到好幾萬 可能要到四五萬塊 我這樣一趟只要三千六 超級可以 然後回程只要三千四 我覺得真的很可見 但不一定每次都這麼空 因為如果是那種可能禮拜五啊 禮拜六那種飛機的話 可能人會比較多 但多也沒關係啊 我覺得就是很方便 非常共乘的計程車 就是到你家樓上去騎 超方便 我每次都是搭共乘 我現在就到了共乘機場了 如果你是旅行的話 我還蠻推薦的 就是可以預約一下這個共乘計程車的 挑戰一個大箱 17公斤還OK 原本還怕說會超重 確認成功啦 我現在確認完之後啊 我就要去補台買一些 現在我那時候準備行李沒有準備好的 像什麼防散油啊 乳液啊那些 然後意外的 竟然在二樓發行有一個Pokemon Store 看一下啊 好可愛的 看好像這個寶貝球 還有這個 關係國際機場限定的皮卡丘 太可愛了吧 天啊 還有這一種 就是奧德爾跟他合作的包包了 我覺得如果你超愛Pokemon 或是你小孩超愛Pokemon 又想省錢絕對不要來 來這邊一定會破費 因為真的太可愛了 我跟你講 那距離我去後繼是還有一小時半 所以我要去逛一下 然後看一下 我們就是 我們有準備好要先很多台買帶過去的 這邊也有大礦版的商店 所以基本上你缺什麼 這邊一定會有 我要買一個洗澡的 這是他這一季新出的化妝包嗎 好可愛喔 欸還有雙肩背包耶 超酷 他這個是要300塊 就不是100塊 但是我覺得背包耶 我就是要找這個 就是洗身體用的毛巾 它是有點粗糙的 感覺洗得比較乾淨 我家裡面是有 但是旅館不一定有嘛 所以就要買一塊 反正才100塊日幣 再來需要補充的是藥妝啦 我要去買防曬油 不是都有這種專門給你 曬成小麥色 然後那個SPF是很低的嗎 2啊4啊 我之前用這種都會曬上 可能我個人的膚質比較敏感 我是會曬上 所以我後來想曬黑 我還是就是用一般的防曬油 特別想要在外面先吃完再過安檢 因為外面的東西比較好吃 選擇比較多 但是我怕等一下就是有點來不及 所以我覺得還是先過安檢再吃吧 OK我出婚啦 然後下一個任務是 我要幫我香港的親戚們買 UNIQLO的發熱衣 因為聽說香港的UNIQLO的價錢 都是貴的驚人 而現在我的親戚 他們年紀比較大 都不太會自己去逛那些東西 天啊這個青薄羽絨 只要399的日幣 我自己都想買 找到了這個集暖mark 它是今年新出的 就是之前發熱衣的在淨化版 裡面是有起毛 是更厚更包暖的 然後被我找到 長版的青薄羽絨 在特價5990 它現在買了一件給我媽 它遛狗的時候可以穿 我選這個墨綠色 因為好像沒有這個顏色 我這樣子買了13000日幣 太多特價了 OK我買完這個給親戚的UNIQLO之後 我就任務告成了 我終於可以就是 送下一口氣去吃飯吧 做我的早餐 其實現在已經下午2點了 如果你有時間 我真的推薦你先吃完再出海狗 因為這邊真的沒有吃 你看只有這間 日本的一間 連鎖咖啡店 外面的話就是有拉麵 然後也有各種各式各樣的和食 還有陽風的餐廳 在這邊真的只有兩間吧 那我現在能夠天飽度足就很開心 因為我真的過來不及了 然後又很餓 果然我的選擇是對了 坐下來不到兩分鐘 麵就來了 因為我快遲到 我就點這種感覺做得最快的肉醬 意大利麵 OK我趕快開始吃了 天氣超好的 OK我成功搭紹飛機 就代表我的補眠時間 在我們香港見 我回到香港啦 超想念香港的 我真的真的睡了4個小時 沒有少 一到香港就馬上看到這個 很久沒看到的Pacific Coffee 然後去找我的行李 今天我的行李回家 看有沒有我的超巨大18吋 黑色行李箱 有一個哆啦A夢 我好像看到他了 這是我的嗎 唉唷 所以我已經看到他了 他居然在拍我 讓你久等了 謝謝阿 還OK阿 你真的從1點到現在 天哪 3點我才出來到這邊 真的嗎 那你是等了4個小時耶 OK我現在已經跟我媽咪碰面了 然後因為在香港嘛 她不知道為什麼 就已經轉到廣東話模式了 我現在我跟她講中文普通話 就是國語普通話 她都用廣東話 她都用廣東話 回我 我自然的 一進入香港 就我回香港話了 然後就變成我也要用廣東話 跟她交通 我覺得好累喔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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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去吃東西啦 對呀 吃東西啦 第一餐呢 就要吃香港一點的 就是這些超級香港的東西 乾炒牛河 我們現在是太輕的大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嗯 硬嗎 好美 好美 然後來香港 怎麼能不吃叉燒飯 再加個蛋 就是我的黯然銷魂飯了 要騎又想風 對 OK 那已經不早啦 我等一下想要洗個澡 去撿一下片 然後就睡覺 因為我們還沒有完全安排好行程 所以如果你有覺得說什麼事 我們在香港一定要做 一定要吃 一定要去的地方 都在下面留言給我 跟我媽媽 因為我們真的超級需要一些 idea 現在是很煩惱 不知道怎麼安排剩下的時間 掰掰 走趟 好 好 好